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前两天呢 有一位师兄呢 留言说 你能让我死去的爷爷奶奶复活 我就相信有佛的存在 可见这位师兄 一不相信有佛的存在 二不相信有六道轮回 我就给他回复了 没有人给你证明的 信与不信都是缘分 只有善根福德因缘深厚之人 今生才可以学佛念佛的 没有福报的人连听都听不到 更不用说念佛了 你能看到我的视频就说明你还是有佛缘的 其实像这位师兄 这种想法的人呀 非常的多 他们不相信有佛的存在 也不相信真的有六道轮回 但是 事实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了 佛为什么不视现神通 让人信佛呢 我们现代人见不到佛视现神通 是有很多的因素 第一 就是我们把诸佛都看成凡夫了 把佛当成凡夫想了 佛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 第二 佛是大慈大悲的 不想让众生佛魔不分而堕路魔道 第三 众生现在的业障太深重了 即使佛在你面前 你都不认识 你也不相信那真的是佛 第四 就是缘不成熟 当你缘不成熟的时候 你连听都听不到 不要说让你学佛念佛了 下面呢 就给大家讲几个故事 从中你就能知道 为什么你念不了佛 为什么你不相信有佛的存在 首先呢 就是因为业障太重了 你念不了佛 不要以为念阿弥陀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现在念一句佛号 是觉得很容易啊 一点都不困难 为什么不困难呢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重的业障 若有业障深重的人 他想念佛 他的业障就把他障住了 想念也念不了 好像提波达多 他仅仅就念了拿摩 两个字就因为他业障太重 后面的佛字他就念不出来了 还有在中国有一个公案 也是证明人的业障重的时候 是不能念出佛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在南宋的时候 有一个宰相名叫秦桧 这个秦桧本来是有一点善根的 所以今生很聪明 并且在当时的考试得到了第一名 中了状元 但是他做官之后 度贤既能就造了很多的罪业 尤其是对岳飞 他把忠良岳飞给杀了 他造的罪业很重 地藏王菩萨因为和他有缘 就想来度他 我到他这儿 只要他能念一句佛字 我就可以赦免他一切的罪业 于是地藏王菩萨就化身 献了一个比丘像 来见秦桧 当时秦桧正有势力 还在做宰相 看见和尚来了 也就招呼这个和尚 和他谈话 这个和尚就劝他说 你应该念念佛了 你这么高的地位 秦桧就说 那有何必念呢 他连一个佛字也不说 地藏王菩萨就是想 他说一个佛字 就可以把他所有造的罪业都赦免了 可是他就是不念 这个时候地藏王菩萨就显了神通 显什么神通呢 地藏王菩萨就用他的浮尘这么一扫 秦桧身不由己的就跪了下来 想要起身也起不来 于是地藏王菩萨就把手伸出来说 你看看我手里面写的是什么字 地藏王菩萨的手上写的就是一个佛字 只要秦桧说出那个佛 就把他这个罪业都没有了 全部消掉了 你猜秦桧怎么说的 秦桧看了之后就大篇的理论讲起来了 我从小就读书 种秀才 种举人 得进士 然后又中了第一名的状元 现在所有各国的文件来了 都要先经过我审阅 然后才能进行处理 如果我连这个字都不认识 那我还当什么宰相啊 这个字我是认识的 但是我就是不念给你听 你说只要他的一念这个佛字 所有的罪业就没有了 但是他就是不念 因为他跟地藏王菩萨有缘 所以地藏王菩萨是来度化他的 但是呢最后一看就说 哦这真是业障深重啊 我是没有办法度你了 然后就走了 结果秦辉就堕落地狱去了 由这一件事情证明 念佛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个人能接受佛的教导 是多生多节的福德善根所致的 印光大师曾经说 能够死心塌地地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是第一等聪明的人 但世间却有很多人 只因与佛无缘不得度 实属可悲啊 这里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光绪十六年 一八九零年冬 一天 印光大师与一位法师 从西之门向外 远广寺方向走去 碰到一个要饭的 十五六岁的年纪 看上去并没有极恶的样子 一直跟在后面 向大师要钱 大师对他说 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就给你一文钱 讨饭孩子不念 大师又说 你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给你十文钱 他还是不念 大师索性取出钱袋子给他看 数了数 大约有四百多文钱 大师说 你念一句佛 我给你一文钱 你尽管念 我这一袋子的钱 给完为止 讨饭的孩子 还是无动于衷 坚决不念 眼睁睁看着一袋钱 自己却怎么也念不出一句佛 得不到钱 孩子一股怨气 当街就哭了起来 大师仰天长叹 给了他一文钱 摇头离去了 一路上 大师对同行的法师说 这个乞丐太缺乏善根了 为骗钱都不肯念佛 只要他肯发一念善心 念一句佛 利益殊胜啊 哪怕只为骗钱念佛 也能种下大善根啊 想当年 少康大师就是用这个方法 诱导小孩念佛的 不久当地全民念佛 可是你看看现在 还是古人善根深厚啊 同行的法师笑着说 虽然他不肯念佛 但已听到你念的这一句佛号了 种下成佛的金刚 不坏的种子了 生生世世 伴随着他 日后 静缘会合 佛种子就会从心中浮现出来 成为 入道得度的因缘 大师点头说 当年 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老人求出家 五百大阿罗汉都说他没有善根 不能出家 佛说 此人无量劫前遇到老虎逼迫 情急之下念了一生南无佛 如今善根成熟 将得度成道 不但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听见佛号的功德 也是不可思议的 观经介绍 观世音菩萨和大师智菩萨说 人们只要听到菩萨的名号 就能获无量福 经上还记载 有位国王害死了父王 七日后当堕地狱 一位阿罗汉教他念南无佛 国王置心念佛 整整念了七天 得一心不乱 国王死后来到地狱门口 念了一生南无佛 结果这个地狱里所有的罪人都得到了解脱 同行的法师不无感慨地说 末法时代 众生业障深重 根气漏裂 唯有仰仗阿弥陀佛 势弘愿力 念佛求生净土 才能解脱生死 大师说 是啊 所谓愿将娑婆三千戒 敬重西方九品莲 这正是我的心愿 看到印光大师杜乞丐的故事 让我们也能知道 今生听闻佛法 修念佛法门是多么的不易啊 并且这位留言的师兄 虽然他现在不念佛 不相信有佛的存在 但是我讲的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他已经种下了善种子 我想今后他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我们人为什么平时要念佛呢 平时念佛就准备临终的时候需要的 那么临终的时候需要 我们为什么不等临终的时候再念呢 平时为什么就要念佛呢 因为一切一切都是由习惯而来的 你平时没有养成这种习惯 等到临命中的时候 就想不起来念佛了 所以在平时要学会念佛 为什么要修净土 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 为法藏比丘时 曾经发四十八大愿 他说 我成佛之后 施放所有的众生 若有称我名号 我一定接引他到我的国土来 将来成佛 我的国土所有的人都是有莲花化身来的 所有的身体都是清净的 因为阿弥陀佛发这种的大愿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切众生 若修念佛的法门是很对积的 是最容易的 在经上又说 末法人修行 一人修行 罕易得到 唯一念佛得度 这就是说 一亿人修行 一个得到的都没有 只有念佛才能得度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现在末法时代 人人念佛正相应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都能精进的念佛 我也希望这位留言的师兄 能看到这个视频 也能得度 开始跟着我们一起 学佛念佛吧 因为佛是真实存在的 六道轮回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只有念佛才能成佛 才能了脱生死 不再六道轮回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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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